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中产党 今天说这件事 不知道出版的时候 还算不算是一个热题 但我自己都挺感触的 就是林梓健 就是虚报案件浪费警力案 总之判了有罪 现在判了五个月 首先讲一下你们的感想 我先打开头 我很感慨的地方有两个人 第一 现在有很多人争取出来 不要一早都说了这件事 是假的 我心想早不早点 判了案才出来 你不要等他坐牢 我作为建制派 我肯定 我只看建制派传媒 所以我不看民主派传媒 所以我的确是一种 所以我印象 这个分析是什么 你的有意识形态 就是建制派的人 什么都得宜 他们应该说 建制派一来就一定会相信 好像我们那样 但问题就是 这个民主派哪一个 第一个跳出来 就说自己是 好了 先说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当初每个都说他被迫害 我还记得 我说我中立些 很多政客 又说 这件事我们不捍卫 这个林子健 明天我们就是林子健 我们就被人盯司机 我们就被人盯上大陆 但今天没有了这些 我也有些记性 而且我是偏黄的 我记得 你一早已经被人认定 你又是攬炒派 又是招土派 我一个印象 我一个印象就是 你是最早 我认识的人当中 我看传媒当中 最早质疑 最早是 《全真社》 拿了影片出来 《全真社》 拿了影片出来 我记得 大家回覆之前 发生过什么事 《全真社》拍了那条影片 当时也被人罵 公开这条影片的时候 都说 开始不信他了 你是不是鬼来的 是不是收了阿爷钱 你为什么收了阿爷钱 然后播这些东西 搞到林子健不利 摆明那些影片 都证实不到那位是林子健 你这样出来 还要说 动了个关心 你还说 可以证实他是安全离开 你这些根本就是不合格的媒体 我们全香港市民都要 背割这个《全真社》 我还记得这些东西 现在《全真社》 是没有背割到的 我都没有听别人看 是有事的 背割你七、八天 忘记了 就继续捐钱 我说回时间线 有很多人说 他自己一早估计 其实我这样看 就是一件事 你究竟 第一件事就是 猜到不出声 对 你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认职呢 第一就是时间点 3月11日 林子健 就说他自己被人脱走 3月12日 如果我没有记住 就开记者会 喂 那你开记者会那一刻 你敢不敢出来说 你说这件事一定是假的 就要用尽你的名誉 对分析 你不要以色形太坏 因为他是泛王 所以我就说他假 你要讲回 为什么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这样 我就是可疑 我的分析就是 当初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留心的剧情 但是当初分析就是 第一个太醜一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但是第一个不算 阿爷要不要去搞你一件这样的弹散 很多人可以捉 林荣基都搞 那为什么不搞 林子健 林荣基是多人 林荣基怎么办 林荣基是大陆线 而捉了他 这个人是大陆的天色 林荣基建也有教宗线的 有什么教宗线 他读神学 他就来去什么 耶路 他可能有很多教会 他善下捉件神父 捉件神父 捉件神父都好些 你不要捉他什么弹散 教会和阿爷很朋友吗 教会不是和阿爷有多谈 不是反共教会的人 是 捉了权人军 这些都是个人观感 我先讲一下时间 到3月14日 我记得就是 全真社公布的影片日子 一公布了 就有一半人收了声 在14日之前 我还记得有些知名的KOL 如果要在共产党 和林荣基建之间 作出选择 那我宁愿相信林荣基建 不是 他说没有选择 我们只能够相信林荣基建 对啊 因为我们不可以相信共产党 对啊 所以去到3月14日 正式公布了这些影片之后 就一半人收了声 还有我觉得 跟共产党有什么事 对啊 因为共产党冒害林荣基建 港共 港共 港共集团 因为他们觉得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就是林荣基建做假 一是就是共产党冒他 对啊 自大一边说谎 那你没有可能是信共产党 没有说谎 而林荣基建 有说谎的嘛 这个我同意啊 因为如果你不抱同志 老实说 譬如我老爸 他不抱我 我和他翻臉 你不抱同志 整个阵会散掉 你明知他是假的 其实我都要抱他 你代表那么出现 如果当你有怀疑的时候 譬如去到几个集团会 是很肯定 要你知 这些才叫做意气 老实说 这些就是意气 当年的时候 毅康有个朋友和人吵架 我最初的时候是蔡兰 但是蔡兰说不是 他就和人吵架 就是说 那位人说 喂 毅康 你明明我对的 你平不平你 对 毅康说 你当不当我朋友 喂 你適合他的時間,在街上撿劇,他來評理就行了 下次你問我,你不對的,讓我幫你死,好嗎? 這樣才是朋友嘛 大哥,那你怎樣?你怎樣圍著黨,大家的團結? 但也要講的,我不想這樣講,我再講時間 3月11日,五次發生,12日開記者會,14日出片 你在哪個時候肯定這宗案是造假? 就已經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因為出了片,有一半人,有利智的人都知道這宗案是流的 那時候你猜到,就已經浪費氣了 所以別人就說,我早就猜到,早也要猜到,早到幾時? 第二樣就是,你在哪裏說? 你在公開場合說?你私底下說? 你跟朋友在電話說? 還是你拍片出來說? 我就拍片出來說 當初當然,又要被人來罵 又說你有什麼資格? 你肯定想拆散,肯定是民主力量 這件事,我有一個經驗 第一件事就是,其實有時你堅持真理 不代表會有獎賞 今天有誰還記得我? 我是第一個出來發表說 所以你不是在這個節目嗎? 我都不記得 我都不記得,我都不記得 你如果是真的有儀器 今天判案,即是前幾天判案 那你應該全體的民主黨議員出來支持他 去誰? 只有一個許智峰 老實說 如果給我,我今天都說是冤獄 即是說,我今天都說是冤獄 你沒理由你現在這樣退 那你怎樣做 你說義氣呢?我是覺得對 但民主黨這件事是反過來做 當初還沒確認出來 大家就全都出來抽水了 這件事就是,我要求中聯辦要有個交代 那些許智峰就是屈辱 香港人如果再不站出來 明天就是你自己 我今天判案那一刻 只有一個民主黨的人在 那些人問林卓廷 當日不斷寫那些文章 又說,現在很麻煩,很大疑點 那些七抄 然後問他,他說什麼? 他說現在案件,法律程序不變 然後再問他一句 那你覺得這個判決怎樣? 他說,我尊重法律的判決 我搞錯,是煙肉 你如果堅持煙肉,最少還有一部人相信你 因為很多人,你看 你看黃絲,他們只是看你們黃絲的傳媒 你堅持是煙肉,反正都是 為什麼我怎樣認輸,我也不明白 我覺得那些人又蠢 跟共產黨一樣,共產黨的方式 戈培爾說,謊話說一百萬次就變成真話 你永遠有自己,你永遠有自己 你你不能退後 你一退後,自己一整件事都已經散了 你不能隨便? 你自己一整盤,基本盤已經散了 你現在便就死了,攬著你 有些人會永遠信 但是他們都錯不掉 現在是壞小子 過了兩個月,又沒人記得 你以為林子健很厲害嗎 他都在歷史上其中一顆粉砂 不然一沖沖完,沒人記得 那是你的那種人 不是的,問題不是在林子健那裡,是黨有寒心 我覺得你的朋友會寒心,原來我這樣以後會被出賣 我死撐你,至少就算人們信不信一半都好,至少我的朋友不會覺得你沒有義氣 我知道我痛心地撐你,死撐這件事,民主派不是第一次試,共產黨少了一百萬元,大家都是這樣做 為何你不這樣做,為何你要犧牲這件事,黨有寒心 現在他們的黨友就是集體肅沙那班,整班人沒有義氣 不要緊,你有事就去前面,你不要叫我去 現在他們最擔心是被人出賣那班,就是現在出賣的人那班 現在你說那班人最擔心那班,就是當初出來抽水,現在全部都不見影那班 他有什麼所謂,他都覺得有什麼好處,我現在都拿著 有什麼不對勞,我就退黨,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個可能是為民主黨欺向喪中 你對一個曾經對你這麼忠心的誠言 去到今天,你竟然是勉勉強強派許智峰到唐廳聽審,就當支持了他 為什麼許智峰會去呢?他猜招了還是什麼呢? 不是可能,因為國民很大的問題就是,這個真的是義氣 但是他做給別人的義氣,沒有理由一個人都沒有 我就是為一個人做代表 都可能是真的輸了 你用建制派的角度來講,你覺得這個林子這件事情 是否真的幫助到中共,或者建制派的氣焰呢? 當然了,真的不可以讓他們贏,不可以讓我們贏 一定是死賊到底,反正也是,對不對? 那些事情是很突出的,林子見 因為那些人真的說得對 他說,如果這件事真的錯了的話 你以後民主派有些什麼人受到迫害呢? 都是會被人discredit 是呀,所以我也同意Kevin說 一開始你就不要那麼安靜 你先保持距離 你見到事情越來越像是你那邊 你才踩進去那裡 反過來,要麼你就一開始 什麼差都不逆學周謙第一次說 到最後你就一直都撐下去 撐到最後就算了 但是社會就剛剛調轉 評論的人,那時候就沒有人敢說 就是去到事情水流石出 每個人都來爭認 跟著政黨的人又調轉 明明你應該要謹慎一點 有理沒有理,我就先推過去 跟著現在出事就惆化 我覺得事情就是碰刺 好,這一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